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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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君可有什麼辦法 能將這不離主 恢復如初 芷熙和帝君坐在一處 真的好般配啊 好似從畫圈裡 走出來的一般 是啊 芷熙為了救帝君 不僅彎下自己的半顆心 還承受了九道雷行 真是太感人了 日後一定會 留在延續天宮吧 雖然 芷熙對帝君有情有義 可是天宮規定 神仙不能相連 真是太可惜了 這位仙子姐姐 我想問一下 你們剛剛說 是芷熙 彎了半顆心給帝君 是啊 是啊 年代 你真的有位好姐姐 全宮上下 無不感激她 相救帝君呢 只怪芷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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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怪芷熙 鮮髮不尽 沒能將這幾道裂痕 修复婉政 帝君可有什么办法 能将这不立着 恢复如初 过去茅屋中 你并不换本君帝君儿子 当时帝君并不知晓武的身份 那一遇之地也别无旁人 帝位尊卑自然有所淡缓 而如今帝君已归位 芝熹不敢有半分见语 帝君 青云县世正在门外看着呢 难道帝君要我换你小人吗 对了 偷到扶轩顶一试 营灯掌势十分不悦 帝君可否收留我一段时日 待我把伤养好后 再回去请罪 请不吝点赞,请